7月23日消息 陶金莹 陶子出道28年 将于11月3日在台北举办生涯首场大型售票演出 各唱名为陶金莹的1999年演唱会 终于要在北京开各唱 陶子表示 目前的心情就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现在好像没事 但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陶金莹认真看待每个国家 就连金牌制作人陈振川也战战兢兢 给予没有他搞不定的事的高度评价 还以四块来形容 因为他想法太快 执行力太快 要求结果也太快 事后检讨再重新开始也太快 大家永远都在追他的脚步 非凡娱乐 整理报道